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有机健康的食材回馈世人 于是他开始种有机蔬菜 养鸡养鱼 用在地食材变出一整桌的农家菜 也撑起自己的一片天 远离纷扰的都市生活 最近的日子过得人心惶惶 驱车来到宜兰元山双连皮 海拔500公尺的高山蔬果 起了个大枣 用极致的翠绿展现新鲜 菜单这些东西是你店里面都会卖的菜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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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会跟着季节不同会 会那个会变化 这是台湾土人参业 这个市場也没得买 因为这个我们要跟人家伺候 这个比桃树 这是野生的吗 这是压生的 这是人体青豆腐 别家餐厅也没得吃 市場也没得买 你看 这个高山高丽菜 你有看到它那样 但没有紫色吗 这就是路线档 因为我们有遇到客人颠着这道菜 然后上菜的时候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菜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后来就让大家在这边看 让我们算了 算了 我这道菜是这项的 你咬它吗 咬它 老板张采燕说着一口流利的台语 不特别注意 不会知道他是夹过来的陆配 对野菜专业有数 一个转身成了厨房中泡栽 包办所有农家料理 我们的鸡肉 没有像外面的那么大只 因为我们是养在山上 山上它在走 走在运动 运动的鸡 不是说太大只 要吃健康一点的 不要有太多盘事 就很扎实啊 它味道很甜啊 因为是他们自己养的嘛 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就是 比较鲜嫩这样子 它吃起来还是很新鲜的味道 就连那个透明那个都还是 很甜 很好吃 店里必点的白斩鸡成为桌上佳肴前 就是在这座山头里跑来跑去 我在为那个艺名利跟那个鱼 这种鱼啊 今天吃不饭补充一下而已 养到这么多四斤 四斤左右 鱼大嘛 没那么大 它都要运动啊 那人运动就会比较适合的 看鸡就是看胸肉 这个罐是看毒有没有生病 鸡罐越红越漂亮 鸡越健康 极品放山鸡不只是吃原味迷人 用放山鸡肉加入特有的 牛奶绒中药材 喝起来清甜回甘 征服了男女老幼 各地来的老饕 汤就人参的味道 跟一点点那个牛奶的味道 我觉得蛮特别的 利用双脸皮的好山好水 张才彦不止种菜养鸡 还养出很多人看动 没看过的果冻菜 这特殊的食材 需要零污染的地区才能生长 我们采访的季节 刚好是要种苗的时候 你看我的手就知道冻红的 真的很辛苦 就这个 它有那个 胶纸有 有耶 这一整粗 一直到叶子的下面 全部都是像果冻一样的胶纸 对 通常都是胶纸藏在里面 纯菜它的特色就是胶纸外包 这种经验包覆着胶纸的特殊水草 学名叫纯菜 相传在日剧时代曾以台湾纯菜 上贡给日本天皇 可见其珍贵 本草纲目中也记载 纯菜可以保健肠胃 还是美容盛品 我们现在就是现在要这样子 然后要往下面做 要把它整个压在土里面 对 差不多两个多月 对 可以看到收成了 对 台语叫追档的纯菜 可以做成果汁 也可以清炒 这些怎么洗也洗不掉的胶纸 就像张采燕打野打不倒的人生 本夜试做美髮的她 经由姐妹套介绍 在二十六岁从大陆漳州嫁来台湾 前夫和她足足差了十六岁 老少佩的婚姻从此就是不归路 她说她很可怜 她说她没有父母 在那边哭 兄弟出去都随着自己 他自己一个大 也不说大山顶 我觉得我有点正义感 要解救什么 结果自己陷进来了 而内心最痛的是 大儿子罹患脑癌过世 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我会去找野菜 而且野菜要找到那种无毒的事 我有一个小孩 如果她在的话 今年大事 她得癌症走了 三岁年底就发病 六岁年底走 我讲真的 我到现在都还没办法接受 叫我去接受她的离开 其实我觉得是每个妈妈 都不会去接受 那是无奈的你知道吗 我前夫的姐姐说 我儿子是冤亲债主 来讨债的 说叫我不用管她 不用担心 以后再讨完了就走了 你不用替她花那么多的钱 我有跟她说 冠犬佛是要带你去练经 妈妈没有办法带你去 我跟她有业 后来我就把她生回来了 本来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大儿子却不敌病魔离世 冥冥之中的约定 让张彩晏在36岁时高龄怀孕 他相信小儿子就是大儿子 回来转世投胎 张彩晏实践和观世音菩萨许的愿望 开始开餐厅 卖有机无毒的食材 我的小孩子少病痛 我把健康带给大家 我自己做健康 那你现在在照顾这些野菜的时候 会想到我的食材 会啊 会想 我会把时间花在我的食材上面 这就是我们要来找的笔筒树 很大棵耶 对啊 我们去砍它的时候 就要在这个地方 而且那种很像个圆类的那个 很高吗 对啊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生活 真的太原始 我可以做三顶动能 口味的胶质就是在这边 这个中间 口面这边就可以看到 只有这里才吃得到的笔筒树 经过削皮切片之后 满满的胶质和铁质浑然天成 正经瘀就对了 而且它真的有那个熟的吗 胶质很多 穿烫爆炒后的笔筒树 清脆的口感让人一吃难忘 跟着张彩燕生活 采访的时间觉得过得特别快 农家菜的魅力经过口耳相传 总让老胖们不辞千里远而来 她要吃得更冷果腔 吃得更安心 吃得更安心 我们会玩味对吧 没有 玩古代味 和每个女孩一样 曾经带着憧憬 飘洋过海 夹做台湾人妻 陆佩的身份却饱受歧视 儿子的离世更是张彩燕内心 最不能承受之痛 只是时间总是最好的疗药 曾经伤他最深的那个男人 现在回想起来 成了张采燕生命中 最要感谢的人 谁对谁错 敬负行云流水中 我这样子 其实也蛮不错的 你看我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我什么不好 太快了 天气转良 很多人都会想吃点 辛辣的食物 能够暖暖身 在台北市辽宁街 有一家花椒面 用十八种香料 调出的油泼辣子 拌着面吃香马够味 让不少人一吃上瘾 外省四川家庭 长大的安若宇呢 国中毕业就做餐饮的她 二十多岁时 意外地摔断手脚 还得了场重病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整整十年没有工作 都是太太万国遗称起家计 不离不弃地守候她 夫妻俩一起走过 人生的酸甜苦辣 来 小面好 好 这里是台北市的辽宁街 可以看到街道两旁 有很多的美食 辽宁街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号 它被称为是全台北最小的夜市 短短200公尺的距离呢 就有着各式各样的好味道 在这里可以说是卧虎长龙 从超过半世纪的老店 到新鲜的好滋味 这里都能尝得到 那要在这里生存下来呢 一定需要有点正功夫 来 三桌双酱 不充 不好意思 店员精神抖擞地忙着出餐 小店里头的座位全坐满 厨房遮头像个火热的战场 小碗排排站等着一团团烫熟的面条就位 加进麻酱跟花椒油 溢出刺激诱人的香味 这里面有包含了大概 有八种的调味料 我们这会加我们的那个老酒炒肉末 放上肉末跟榨菜 搅拌后面条吸饱了鲜红的花椒油 一入口先是香气冲上鼻尖 细细咀嚼 嘴里充满麻跟辣 绝妙的滋味让人一口一口 爽快地吸着面条 它就是有它的药材的香味 然后花椒香味也都很浓郁 不会就是让你麻到嘴唇 就是变香肠嘴这种 对 虽然麻虽然辣 可是就是跟你不管加在什么食材 都是非常 我觉得都是非常搭的 虽然里面有非常多的香料 像是大红袍或是青花椒 可是它每一入口 它其实都是很温足 不会让你觉得过辣 香麻爽辣的花椒面看似简单 但难就难在 味道要平衡地恰到好处 把食材摸得精准的好功夫 就出自安若鱼的手中 因为我们的辣油里面包含了很多 大概18种的香料 我们使用这个草天椒是四川的 那它的辣度会比较辣 那这个是灯笼椒 那下去的时候啊 它的甜味会比较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要做辣油 你不能只是单一用一种辣椒 所以你要用多一点辣椒去 混合在辣椒油里面 那它释放甜气啊 香气啊 香料要打成细细的粉末 很仔细看这画面有点滑稽 怎么做菜还要出动防毒面具 它在打粉过程中啊 它这个到皮肤上面啊 它会很刺痛 还会很痒 那时间会很久 所以它必须要在房屋里面具 它的皮肤还不会才难过 对啊 那你是不是不会带的吗 我是不是不会带 因为我很享受的过程 享受辛辣 享受刺激 安若鱼可以说是从小 在辣椒堆里长大 出生外省四川家庭 爸爸就是川菜馆大厨 这家传60年的永活辣子 他就煞费苦心的学习再改良 我们当初在学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 我们大概做了一年半 在测试 比如说它有太多香料不能加 或是加太多 那会让整体的辣油味道是 很突兀的 因为我做东西比较龟毛 要嘛是做好 要嘛是不要做 180度的金黄葱油 从香料粉上滚烫的淋下去 呛辣刺鼻 自认龟毛的安若鱼 从小读俱校 国中毕业就踏进餐饮业 学了一生好手艺 正以为当完兵回来 要开始大显身手 没想到却发生车祸 又在玩生存游戏时摔断手臂 几乎拿不起重物的他 也看就此除湿梦碎 没想到更大的噩耗还等在后头 二十七岁的时候 我就生一场重病 那重病之后呢 我就没有办法继续上班 那我前前后就是开刀啊 做治疗 那休息很多年的时间 医生说我大概 我的寿命大概剩下几年吧 对啊 所以那时候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 面对陷入低潮的安若鱼 向来守在身旁的太太 毅然决然展出来 一肩扛下家中的经济重担 整整十年的时间 让安若鱼当其家庭主夫 或者男主内女主外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夫妻就是这样 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那如果今次我生病了 他也是要去外面工作 难过啊 难道他就不理我了吗 也不会吧 夫妻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 旁人对我的眼光 不认识我的人或是不熟的朋友 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就是靠老婆啊什么的 那我在我心里会很难过 但我太太一路还是很支持我 那他有时候可能会偷偷掉眼泪啊 什么时候 其实我看来真的都很心疼 那我就会跟我自己讲 等我身体康复了之后啊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一下 让他不要再那么辛苦 对太太的不舍化为心中 最坚定的动力 安若鱼在病患好转后 再次回到厨房里 重拾工作的他比过去更细心 光是猪耳朵的处理 就得先用大葱跟米酒 乳过去腥 再经过烈火的二次检验 我现在要把那个龙毛烧掉 因为它这个细的部分啊 它里面会残留很多的龙毛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烧掉 再把这样东西再烧起来 第二次的生成处理 表面焦黄的猪耳朵 在水下刷洗 再用大锅染上糖的酱色 慢火卤上一个半小时 量多的时候 一天最多要处理两百五十副耳朵 不同的食材 卤汁也各有学问 比如说我们的香料啊 在爆香过程都会加偏不一样东西 有一些可以加 比如说炒果或是肉桂 有一些会加 有些不会加 这样子味道不会这么浑浊 那每一样都有它自己的香味 它卤汁的粘稠度 有些都不一样 卤味切盘闪着酱汁的油光 撒上整把青葱跟香菜 一咬下猪耳朵软嫩弹牙 鲜甜焦汁的滋味在口中蔓延 卤蛋跟豆皮都吸满酱汁的风味 焦糖般的色泽诱人食欲 你那个咬下去那个里面的汤汁 其实都非常的入味 对 所以你不用再加很多卤菜 都要另外再调酱料 再淋在上面 它们都不用就是你每一个 都有它独特的味道 我觉得很 它调味很特别 对 香气很满 它母菜都很入味 像它卤蛋的部分 也就是觉得它是 里面的那个卤汁的味道 都有进去 很好吃 让客人赞不绝口的滋味 是安若宇多年来练出的经验 不过东西好吃是一回事 卖不卖得出去又是一回事 当年它重出江湖信心满满 没想到刚开店时 却根本没人上门 其实我们刚开始 在创业的时候 我们几乎赔了快一整年 我们 我都 我几乎都没有薪水可以理 对啊 都是亏钱的状态下 我们就慢慢修正慢慢修正 把这个面的味道 它的摆盘的模式 全部都是做一些改变 丛林开始慢慢摸索 这段过程中 他最得力的帮手 就是太太万国仪 小两口整天24小时在一起 既是夫妻也是同事 大肠头做得多好 大肠头做得多好 来 捕捉 太太温柔坚定的支持 成了安若宇最坚强的后盾 店里生意渐渐稳定 上来点子多的她 就开始天马行空 研发各种独门好料 蒜头先在锅中爆香 再加进大量的洋葱 用不同比例的香料粉 带出绝妙香气 让这锅麻辣机心 嗆出新 辣 麻的丰富滋味 我们加了很多的香料粉 那比如说有孜然 小茴香 丁香 那增加洋葱 就会吃到它的脆口 那两个在miss结合之后 口感会比较功夫 舞动国产大力翻炒 这样的动作本来就很费力 在手臂曾经粉碎性骨折的 安若宇身上 更是加倍的疼痛 但他却还是坚持做下去 因为今天的份量 只需要炒到这样子 那平常我们大概是炒到它的 三到四倍 所以那再翻起来之后 双手需要用到的力气 会更大 更多 那就会更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我很乐在其中 因为我很享受我的工作 当了十年的家庭主夫 再次站在锅前 对安若宇来说是如此难能可会 他钻研出的麻辣机心 就能尝出他对味道的讲究 被酱汁包覆的机心 口感弹嫩 温润不嗆喉的辣味 跟麻麻的鱼韵结合 一口一颗吃了简直停不下来 他们这种特制的花椒酱 我觉得就很棒 然后整个麻香的感觉 就是也是刚刚好的 因为它的那个麻辣机 我记得好像是 用那个大红烤下去炒的 可是那个炒的那个香气 其实因为它有加很多的洋葱 所以其实 就是有点偏韩式的那种感觉 还蛮特别的 融入人生的酸甜苦辣 安若宇的料理中 是他多年来的点滴滋味 更是太太一路上的相守相伴 很多亲朋好友 同事啊什么 大家很多人都觉得我疯了 觉得说你老公都生病了 你还要生小孩 你怎么搞的错 那压力很大 嗯啊 坏了 坏了 因为他后面有座山 你不太大 大山 对 所以他都比我太太急 是啊 都不在了 坏了 坏了 手牵着手 把无悔的幸福 足进一碗小面里 在辛辣中融入了甜蜜 就像安若宇 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 几经波折 更能品出简单的美好 欢迎收看晋级的台湾 我是陈明君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新北市淡水 有一间很有爱心的小吃店 附近的大学生或是高中生 都叫老板曾凤云一生阿布 因为他卖的东西真的很便宜 三十块钱呢 你可以吃到一大碗卤肉饭 或者是干面 上面呢 还有青菜跟卤蛋 份量是外头的两到三倍大 如果吃不饱呢 再吃还不用收钱 他开店目前已经二十年了 期间帮助过无数的学生 甚至还替贫困的同学 缴过学费 在他这门暖心故事的背后 他把思念女儿的心 转换成大爱 这去一个女儿 换了好几百个的小孩子 叫我妈妈 也许我跟女儿的缘分 就是在二十年 曾凤云对女儿的思念 就像淡水儿的水进水流声 她把对女儿的爱 洒落在每位学生身上 母爱如山 像冠英般的慈悲 当初我婆婆的时候 小肝没你的老婆老婆太多 也没你的儿子太多 你等会好吗 OK 好 米粉配多少 好 那你要小心喔 好 谢谢 那就两人套餐了喔 在淡水这间巷弄小店 从早到晚人潮几乎没停过 这句话 阿母也没断过 你母儿来了啦 太多 你母儿也有一个人太多 有吃肉没有啦 你那个那个 你母儿还要淋一碟 滷肉给你 你啊 你等下不吃 我就叫你生我 很多第一次上门的客人 都会好奇 妖娇美勒 讲话超级幽默的老闆 曾凤云 到底是外交生 老闆娘 那都你儿子嘛 我说对 你若生那么多 我说不是啦 阿姨就是来吃命的婴啦 那对啊 我叫阿母啊 她把自己的学生 都当自己的小孩看待了 从头原来 对 从头原来 刚好来找朋友 然后就顺便来找阿母啊吃饭这样子 阿母长 阿母短 是很多淡水的大学生 或是中学生 对曾凤云的称呼 叫了快二十年 这阿母不是叫嫁 阿母啊 你比吃早餐吗 对啊 学生时代的时候那时候比较没有钱 那其实我们六十块 其实阿母啊 他就会想办法让我们吃到饱 那没有吃饱不能走这样子 今年六十一岁的曾凤云 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养 还会接济贫困的学生跟老人 温馨阿母的故事流传在淡大真理圣约翰 还有辅大的学生社团中 很多学生都知道淡水阿母背后的故事 藏洋葱 就是说好像他女儿出车祸走掉嘛 然后他就把这份爱就是传播给其他学生这样子 把对女儿的思念化成大爱照顾学生跟客人 五年前握在雪府路巷弄营业15年的旧店 因为房租涨 加上针缝营要照顾孙子 决定停业 最后一天办了欢送会 回来学生多达三百多人 中午时分店内挤满了客人 有些人等不到桌子干脆站着吃 自助市的餐点相当丰盛 这里是淡水的银霜小吃 我有去吃最后一天 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阿姨 就是在吸收淡水看到阿姨这边有开了之后 就一定要来烹馋一下这样子 值得庆幸的是曲终人散 如今还有相聚之日 现在曾凤盈觉得还有能力帮助人 所以又出了间小店开始营业 你知道我的所有都到 短短时间双手就连变出一碗碗美味 最便宜的是30元的滷肉 炒米粉还有干面 林昌用手工酱油熬到入口即放了卤肉 再加上青菜跟卤蛋 吃起来营养又健康 份量足足是外头的两三倍 这样10元是要去够吃 这样10元超保鲜的 在外面如果有豆子说我这么热 这么好吃的店 你再买我给你出钱 另外30元的贡丸汤 里头还多了排骨玉米跟萝卜 而B点的猪肠汤 满满猪肠 阿姨还多放了排骨 大家都会吃得很饱这样 就要弄了就 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吃完 不要浪费这样 如果想吃好一点 可以点80元套餐 可以吃到主食一份 还有四菜一汤 菜色可以随意搭 看阿姨今天准备啥 一般我们的汤套餐里面 会有这个汤 就不一定会是排骨啦 有什么东西就放 你要吃饭或者面这样做 那基本上一定会有肉 阿姨都那个加了爱进去 这盘黑白切里头的三层肉 是当天现场的温体猪 沾点曾凤云自己做的独门 九层塔辣椒酱完美绝配 吃不够只要跟阿姨说 阿姨帮你吃饱饱 吃饱饱啦 你要吗 你要吃吗 他没有吃完我叫他洗碗 警察没有吃完过是不是 对啊 现在都吃不完以前 学生的时候就吃不完了 到底是赚钱还赔钱 我喔 我没有算 我从来都没有在算 结算的时候竟然是赔钱 哪有 我只说我在做健康的啦 就像家中母亲主改孩子吃一样 曾凤云对食材一点也不马虎 每天早上七点开始备料 我里面有玉米 萝卜 角白笋 打开给你看 是这个 我的汤头 这就是今天的汤头 里面还有那个龙骨 因为我觉得不一定要放什么味精 你只要玉米的甜 那说完 本身就有点咸度了 我还在学习 可以让我留下一次吗 你都听英文了耶 好厉害 有时候啦 我喜欢听电台 喜欢听电台的她广播旋律 就像诉说她的故事 从小在高雄骑山长大 六岁就可以开始务農 我都会割盗子 以前灭鼠桌 连老鼠鱼巴都砍来卖 真的 要捡蝸牛呢 虽然小时候辛苦 但在她幼年心中 最害怕的是父亲喝酒 没有喝酒很好 喝酒下去 就跟妈妈有时候会打架 那干嘛 生长在传统家庭 当大姐的她17岁就带着弟妹 到台北工厂讨生活 虽然只有国中毕业 靠着勤奋做到了领班 但两年后的这天 妈妈传来不幸的消息 妈妈自杀的 你知道 对啊 上来北部想说多赚一些钱 我们也没有办法 听到她跟我们讲什么 写信我妈妈自看不太懂 看妈妈这种很忍受很多的 这种痛是由邻居讲的 那时候一直想说 要是以后不 以前不要上来台北就好了 对母亲的爱无法及时 是她的遗憾 曾经店里头有客人酗酒 诉说自己母亲跟妹妹 同样走上绝路 曾凤云告诉她 世上还有人比她惨 我说我每次回去 那个铃骨塔一打开来 里面有多少的人 哥哥 弟弟 子女 爸爸妈妈 全部都整排 我说那你跟我比起来 水比较心酸 她说那你比较难 我说对啊 那我都可以这么坚强的站起来 你干嘛要喝酒喝到 把自己身体搞不好 在曾凤云乐观的外表下 看不出她走过千劫万苦 二十岁结婚 生了二女一男 赚的钱还得帮公公家还债 赚的薪水全部交给婆婆 帮公公还债 婆婆给我一千块 那那时候嫁过去我婆婆的家 是二十几坪 二十一坪 二十二 里面住了快十个人 在职场做了二十多年退休 她继续到处打工帮忙还债 民国九十一年来到淡水 在学府路旁的小巷子 卖起面来 她知道有些学生家里贫困 很需要吃饱 弟弟你坐哪里 那边 阿姨 你母子给她煮比较大 你不够再讲 好 你有给她钱来吃 她一定会那个嘛 所以我有时候就说 你有十块 五块你就拿来 不然你就是帮我收网她 昨天有来 她昨天有来 她现在已经在内湖瓦城上班了 特殊的家庭式经营 慢慢在学生圈传开 大家都知道想吃饱或是有心事 去找淡水的阿姨就对了 她们那些兔仔子都会吃 我那个一锅饭 一天掠 一天那个五十年份的 给我吃三咖 还说面喔 面都要吃 快一百斤 好吃 你给他讲一下 从学府路你就开始吃了 这样的经营方式 当然没赚什么钱 那时候一家五口人却也知足 想说很久没有拍过全家福 在九十三年底去拍了一张 拍完没多久 我最小的女儿就在九十四年就过世 所以我那时候有时候很懊悔 干嘛去拍这个全家福 没有拍有可能就不会这样 小女儿的奏事 招音与一场意外车祸 我在卖面的时候 她突然间说救货车送到医院 跟我讲说你女儿出事情 我女儿是一百七十八公分 而且没有车 她推高机从里面巷子 从那个货柜里面这样出来 弄到她的脖子 所以当场 二十年的养育 可爱乖巧的女儿就这样走了 听到教士者说还有小孩要养 曾凤云心中的慈悲心 宽恕了对方 低到很低的赔偿金额 还让对方分歧 我的小孩不是用金钱来去 跟人家唤起这个的 我要的是你装到人 你容易承认 我还要煮东西给他吃 我还跟他讲说 以后你从事这种危险的东西 你最好有障碍点就放 不然你可以请个人 帮你指挥一下嘛 逝去爱女的她也曾经茫然过 但选河边是她想念女儿的地方 眺望远方的观音山 思考人生为何活得这么难 直到这一天 她看到学生的留言 那个云松的砍棒 有背写字 她用原子笔写 说阿布我来看你很多字 都没有看到你 要吃你的东西也没吃到 你最近在忙什么 我看到他这些 就还是把心放下 我来照顾这些小孩子 让我们吃到饭 吃不到饭都会问 你吃饭吗 吃不到饭 我还给你免费的 对啊 这样就是说得对吧 除了给他们吃饱之外 你还会帮他们缴学费 会不会还你 没有啦 没有还啦 但是他们 我也知道他们的经济能力 是怎么样 那时候给他们的注册钱的时候 我先生不知道 不即将付出的小吃店 在成绩五年之后 为什么曾丰盈会再开 她说是神明要他继续发挥答案 去问神明说我可以做什么 他竟然跟我讲说 你一定要回去再做吃的 我说我不要 我退休了 他说你一定要回去 结果真的 不晓得又真的回来做这一个 她说很感谢土地公 让他顺利督到这间小店 里头没什么装潢 座位只有十几个 却有加一半的温暖 会开店的另外一个原因 有两位找不到工作的人 很希望他开店 可以来打两三小时的工 不错 真好 对啊 我也是给你吃糖 有啊 有 谢谢你啊 就这样曾丰盈的爱心小吃店 重新开张 在过去学生的宣传之下 附近很多居民也都纷纷响应 有人有多的东西就送过来 那个他送我一些米浆 那这样这样 有那么大方法 让我们把东西拿来 也让他去分享给大家这样的 另外很多好心人 看到平常Tiger忙不过来 也会来当义工帮忙 像帮忙制作菜单 还有这两位大哥 从早忙到晚不知心 协助点餐还帮忙洗碗 因为这里比较有 感觉有爱心的 好吃 有爱心 好吃吗 好吃 有人情味 有人情味 所以我看你昨天帮他洗碗 你也帮他做一个 好 那算小事情 六十一岁的曾凤盈 从早上七点备料 迈到晚上八九点 中间都没有休息 你看 我都当男生在用 你看 晚上来的客人 很多都是以前的学生 除了社会带老婆孩子 又刚下班的上班族 除了来吃饱 也回家顺便看看阿布 就我觉得来吃过就会知道 我根本不需要特别讲 就他通常都真心的对面 我虽然走掉一个 天赐给我的 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个小孩子 不是我生的 从他嘴巴上喊一句妈妈 你觉得很值得吗 有可能他对他的妈妈 有可能也没有这么近 每天的东西到最后 都是半买半箱送 全部清光光 曾凤盈洗东西很搞刚 整台餐车全洗一遍 所以得忙到半夜一两点 但在他的脸上看不到卷容 也没听到他喊一声泪 这就跟自己家里头的阿布一样 不是吗 欢迎收看晋级的台湾 我是陈明君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位于桃园大西的这间百年邮饭 是代代相传的美食 第一代是用一根扁淡沿路叫 卖油饭起家了 现在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了 老板邮志诚他承起古法 选用在地食材 爆香炒料 炊煮翻炒 纯手工制作相当的费时 但三年前因为家人觉得 卖这个油饭太累 毅然决定要画下句点 不少老顾客都觉得很可惜 去年邮志诚他的双亲皆续过世 儿女们因为不舍年迈的父母 于是改变初衷 相约携手 返乡传承手艺 让这百年的好味道得以延续 手上这个扁淡是我真祖父 他所移入下来的 那现在我们第五代的儿子 回来传承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扁淡跟男子 就由他来接棒 希望他把百年饭发扬光大 命运的蒸汽热情如火 似乎就要冲破清晨的冰清 空气中获着香菇虾米的咸香 持续唤醒大西人的味蕾 这传承百年的油饭 也是在地人从小到大的回忆 我嫁过来这边三十几年了 就是吃三十几年了 真的吗 对对对 想到就会想来就跑来吃 那个米粒就是很粒粒分明这样 然后不油腻 不会太黏 然后也不会说太硬 然后吃起来很好吃 清晨五点 当多数人还在梦中跟周公打交道 油家一家四口 就已经在厨房忙碌了 通常我会选原糯米 因为原糯米凉到的时候 它比较Q Q软 不会这样干干澀澀的 三个月以上半年以内的 我们大概会泡一个小时 油饭口感要Q弹 哪个步骤都不能马虎 玄米 泡米 蒸米 这些都环环相扣 看起来简单的动作 都要靠经验的判断 等一下这支一定要擦 这根筷子没有擦下去的话 它的蒸汽 它的水蒸汽旁边不会过来 它只有在中间而已 所以它旁边的米不容易熟 你这根擦下去的话 就像一个圆囱一样 它是透气的 彭瑞琴一边跟我们解释 一边传授儿子经验 生怕一个不小心 在哪个环节就出了差错 咬米那个不能去敲那个饭桶 等一下那个米会真不熟 知道吗 燕 就轻轻地放下去 因为它米是零零角角进去 然后你如果去敲动它的话 它的米会挤在一起 它的米会不容易熟 不放心地一再叮咛 学会放手是这几年的事 繁琐的前置工作 彭瑞琴自从嫁进游家的第一天 就开始跟着婆婆学习 对于自家产品品质的要求 也相当的归毛 因为许多老客人 吃的不仅是食物的美味 还有那一份刻在心里的回忆 先吃饭喔 好 谢谢你喔 不好意思 我拿 端道就好了 要不要吃喔 不要吃喔 要不要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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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吃的阿丁吃几年了 好几十年了喔 四五十年了已经忘记几年了 这么久 对啊 她住很久了 阿嬷时代吃到现在 郑主婦那时候是用 沿街叫卖方式 她以前是用荷叶来装油饭 用篮子用一根饼蛋 来沿街叫卖 当时的大环境生活很穷困 但是遇到节庆或是妇女生孩子 大家都会订油饭送给亲友 油家就靠着卖油饭和汤品 养家活口 一代传一代 游志诚从小看着妈妈 总是辛苦地在厨房忙碌 也曾试着想要逃离 但心中始终有放不下的牵挂 因为我是读机械的 所以我以前在机械公司 上班了两年多 后来因为我爸妈年纪大的 后来我跟我太太商量 就与我们接棒下来 还没熟 你一直拍盖子啊 那个米不容易熟 就先闻一下 闻一下它米 还是生米就先不要拍盖子 原本卖化妆品的彭瑞晴 当年要嫁给先生油炙成时 家里担心他受苦 都不太赞成 我要嫁给他的时候 我妈妈还说 你要考虑清楚哦 卖大面的哦 他这样跟我讲 我说卖大面有那么可怕吗 其实我是懵懵懂懂的嫁过来 彭瑞晴开玩笑地说 自己就像雾上贼船 但这条路是自己选的 就要勇敢地走下去 厨房里琐碎的事情很多 除了要注意米饭蒸熟起锅的 最佳时机 还要趁空档 准备炒油饭的馅料 以及招牌汤品 肉啊 这边先煮哦 肉不要煮太熟 大概八分九分熟就好了 再放下去煮那个酱油那些哦 它肉会比较有汤汁 不会干干柴子 鸡肉我是买温体的 温体的鸡腿比较好吃啦 吃起来比较有甜味 仙草的东西算是比较养生 有些人回去加个面 会加个面馅 他们就觉得好幸福的味道 店里招牌的仙草鸡汤 是选用二到三年的仙草干 每天熬煮十六个小时 相当的费工 汤头喝起来甘醇香甜 鸡肉不干柴 是老饕的最爱 以前我婆婆的观念 就给我们就说 做生意 没有一样 没有一定每一样都会赚 只是不要亏粉就好了 百年的味道 要延续传承 非常的不容易 民国七八十年 当时大西老街还没有改造 八九城都是内地客为主 一条街有数十家的小吃店 竞争相当的激烈 因此当时的生意 仅能勉强胡扣 回想起当时 游志诚说 他对太太只满心的愧疚 我借兄弟钱 他借兄弟钱没有还我 应该说我一时心软 然后我没有经过我太太同意 那一千万应该说 是我银行贷款给他了 那时候很不好过 差一点要把去给除卖掉 虽然如此 太太彭瑞晴依然不离不弃 陪伴在身边 不断地去尝试如何提高客源 为了做出区隔 他们也把自己定位为油饭专卖店 因为坚持品质 也慢慢地打响名号 确认一下 要熟的要确认一下 有时候无闻还是会有不精准的时候 熟了吗 他翻过来 他还会有不精准的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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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偿还债务 一做就是三十几年 直到三年前 因为家里出了状况 他们也不得不忍痛将老店暂时停业 为了陪妈妈走最后一程 老店休息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直到去年 儿子和女儿才陆续回来帮忙 有有有 两位 这边跟这边都有位置 去年五月阿嬷过世 然后那时候开始很常跑家里 一个礼拜就回来一次 我那时候在家里工作 那时候是蛮不适合家里执政 爸爸妈妈 她就说你就去读书 我们做这个好辛苦 结果书越读越高 我就觉得她表情越来越奇怪 阿公阿嬷就接连过世 过世之后她才讲出她内心真心话 其实我希望你回来 好不容易 尤志诚终于叛闹了儿女回家帮忙 但传统手工拌油饭的技术 可是一点都急不得 也怠慢不得 要加点葱油 现在是重头细了 这个要练的铁擦掌 他有帮我去抓 因为那温度蛮高的 因为不熟喔 对 这样比较快均匀 因为太大锅 而且不能搅拌太久 如果说我用隔热手 要这么厚的话 我感觉不出来这个米的柔软度 小伙慢煮的同时 父子俩一个人负责把米散开搅拌 一个人让馅料与糯米均匀拌匀 不靠言语 就只靠一个眼神 微妙的默契 也是经过争吵之后 学会的磨合 有一次跟他在街口大骂三十分钟 因为我的观念是 营业时间就是提供服务的时间 比如说我到 可能五点 所以我五点一到 我就是客人来 我说不好意思 我们停止营业 然后就 就打骂 说 你 没有人像你这样做生意的 那个客人认识二十几年 你就这样一句话 就把他轰走 当时还好有妈妈跟妹妹当合适了 两个人才能各退一步 坐下来好好沟通 我是故意要放慢 因为 没有 他现在是放慢 不能快 对 我不能 那太快的话我追不上 速度也要配合就对了 对 炒油饭之中 其实就 蛮像我跟爸爸之间 就是在我回来之后 要跟他之间有一些 个性上的磨合 经过翻炒的油饭 莉莉透着油亮 米粒松软 融合香菇 虾米的咸香 让人一吃就难以忘怀 除此之外 酸菜肚便汤 喝起来回甘 也是人气招牌 冬天如果来一晚 要善龙骨随汤 滋补又养生 我传承我婆婆 我婆婆给我一个观念 就是我现在也是将这句话 传给我的孩子 你自己敢吃的东西 你才可以做给客人吃 我是跟孩子说 我们拨下一颗好的种子 希望你们好好灌溉 让这个百年去开支善业 刘志诚一家人齐心 坚持做对的事情 希望让这百年好味道 永久流传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老板曾凤盈 算失去女儿 但靠着爱心帮助很多学生 成了令人感动阿布的暖心护士 以及游志诚 一家人如何把关品质 重新包装 赋予百年老店新的生命 也传承了好味道 还有曾经因为重病险 些没命的安若宇 在太太不离不弃的守护下 找回一家人的安稳跟幸福 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全球观众朋友 一起上晋级的台湾YouTube 按下订阅跟分享 我是陈明君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